台東市政府早期也開機 加回公佈台藤滴肉品 還在檢驗一樣 是有驗到三馬精西部特羅 也公佈說 讓鹽的過程有時候 專家學者還有台藤 還有第三方檢驗公司的代表參加 市長羅秀員是有說 應該愛學廷記載的是安寧員 也對他們最近受到五次加倍評 感到很感 台藤還有散安心團的肉品 頂各位十五號 就叫台東市市安寺抽鹽發行 還有三馬精西部特羅 離合對外公佈之後 他們去到中央跟地方論前幾天 契合台東市府 教育記者會選擇服鹽的結果 同樣在在肉品當中 減出0.002ppm三馬精西部特羅 透過我們整個儀器 再繼續的一個跑 完成整個流程 然後到了今天早上九點半 就確認一個數值 那我們的數值就是0.002ppm 就是以市民的健康為依據 因為如果要接受業者的赴驗之後 我們再公告的話 可能要再兩個禮拜 我們認為這樣花時間 再拖下去 是不適宜的 我對於中央沒有任何意見 我只是不捨 我們的同仁 那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被誤解 台東市長路市員表示 對紀載的公務員 這幾天去過多次 配平五次覺得很不甘 共調的專領來支持市安寧員 讓索基來說話 真相的水落就出 紀載台東部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